哈喽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来观看我的视频。 几天前,平时熬夜成习惯的17岁日料师,因熬夜引发大抢救,已故复旦教授于娟,31岁时患上乳腺癌。 生病之前,他不顾一切的熬夜,工作,饮食作息无规律,太可怕太恐怖了。 湖南28岁杨先生,边喝啤酒边熬夜看球,直到凌晨3点,第二天下午上班仅一小时,突然晕倒,送院后抢救无效。 24岁快递小哥,为多挣钱贴补家用,不分昼夜长期熬夜工作,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,最后在电梯内猝死。 清华大学计算机硕士张斌被发现猝死在马桶上,当天凌晨一点,他还发出了最后一封工作邮件。 24岁的年轻人,月入五万,每天工作到凌晨三点,最后换来的是胃癌晚期病例单。 诸如此类的例子数不胜数,也说明了一个现象,熬夜的人越来越多,不把熬夜当回事的人也越来越多,所以造成那么多不幸。 不管是何理由,熬夜都不可取,嘴上天天喊着养生,督促家人注意身体,自己却在偷偷地熬夜。 你难道不知道,在医院排队要花多少时间,生命里没有如果,只有后果和结果,所以不要熬夜了。 熬夜健康调查显示,超五层网友表示,经常会一直在零点后入睡,百分之十八点二的人超过凌晨一时才睡。 很多人已经将入睡时间推迟到晚上十一时以后,上网,看电视剧,打游戏,刷微博微信等,都成了堂而皇之晚睡的理由。 殊不知,熬夜就是在透支自己的生命,晚睡也是一种病。 现代医学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晚睡强迫症,大概是这样定义的。 患有此症的人,总是被一种强迫思维所困扰。 对于睡眠有着一种恐惧感,或是强烈的睡前兴奋。 在生活中,反复出现不睡的强迫观念及行为,或伴有某种焦虑。 其行为能力并未下降,自制力完好。 知道这样是没有必要的,甚至很痛苦,却无法摆脱焦虑或是神经上的兴奋状态。 最终导致无法入睡。 我们晚上睡觉是充电,白天是放电。 如果晚上只充了50%的电,白天还要释放100%。 那50%从哪儿来? 就得从五脏间。 有一句话叫,晚上不睡叫耗伤阳气。 早上不起叫风沙阳气。 熬夜。 熬的是命。 晚上睡多久,直接决定你能活多久。 你熬夜吗? 一声大声呼喊,等于慢性自杀。 晚上十一时不睡时不要脸,晚上十二时不睡时不要命。 长期缺乏睡眠,会令人皮肤暗黄粗糙,免疫能力下降。 加上熬夜都是久坐不动,增加了早早患上心血管疾病。 高血压,中风,糖尿病等疾病的可能,同时还会导致失眠,健忘,易怒,焦虑不安等症状。 每个人都侥幸地认为,癌症也好,猝死也罢,离我们太过遥远。 实际上,每一次熬夜,都是在透支你的身体。 一,熬夜透支肾气。 经常熬夜的人,往往是散事不到,就开始各种掉头发。 发际线上移,发质干枯。 这是因为肾气一点点被透支了。 二,熬夜透支胃口。 胃是身体中对时刻表比较敏感的器官。 三,熬夜一时胃酸分泌过多而又发胃疼。 胃酸,胃溃疡,胃癌也得以成为第二大癌症。 三,熬夜透支肝脏。 此时和丑时是肝脏最佳的排毒时期。 此时熬夜,肝脏得不到休息。 受损的肝细胞难以修复并加剧恶化。 肝功能衰弱,继而损害全身代谢排毒。 说是慢性自杀,毫不夸张。 四,熬夜透支年龄。 熬夜违背生物规律,使人体生物中发生紊乱。 经常熬夜的女性,会导致一系列内分泌功能失调。 影响排卵周期,月经不规律,加速衰老,透支年龄。 五,胃肠道问题。 熬夜的人,剥夺了胃肠道休息的机会,导致消化性未溃疡。 十二,肢肠溃疡,功能性消化不良。 腹胀,腹痛等。 六,诱发心脑血管疾病。 熬夜时人处于紧张状态,得不到放松。 造成血管收缩异常。 血压比正常人高。 容易诱发高血压或者加重病情。 七,提高患癌风险。 熬夜会让内分泌激素水平紊乱,使得细胞代谢异常。 影响人体细胞正常分裂,导致细胞突变。 提高患癌风险。 八,夺走好视力。 熬夜等于是超负荷用眼。 对眼睛的伤害不仅仅是变成熊猫黑眼圈。 三,更重要的是,长期熬夜。 超负荷用眼,导致视力功能性减退。 九,失眠抑郁。 熬夜伤身也伤神。 许多年轻人晚上不睡。 白天发困。 出现神经率弱等问题。 严重的甚至会导致抑郁症的发生。 十,皮肤严重伤害。 不规律的睡眠及压力, 会影响内分泌代谢。 造成皮肤水分流失。 容易导致皱纹出现。 皮肤暗淡。 长暗窗。 黑眼圈加重等。 尤其是上完妆后,情况会更糟。 长时间熬夜。 作息紊乱。 致视身体功能异常。 也是癌症最大的诱因之一。 现在就为大家分享隔壁122岁, 临时前留给我的中医时疗方。 喝下去马上一觉到天亮。 堪称安眠神汤。 失眠的小伙伴还可以尝试通过时疗改善睡眠。 一、桂圆莲子汤。 取桂圆。 莲子个100克。 煮成汤。 此汤具有养心。 凝神。 健脾。 不慎的功效。 适合中老年人。 长期失眠者服用。 二、 静心汤。 龙眼肉。 穿单身个时刻。 加凉碗水煎成半碗。 睡前30分钟服用。 对心血脆弱的失眠者, 聊下最佳。 好了。 晚上睡多久直接决定了, 你能活多久。 相信你都了解了吧。 喜欢这个视频, 可以点赞收藏。 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 下个视频再见。